其實我以前是一個非常不擅長運動的人 那所以你越害怕運動的時候你就越不去運動 所以它是一個惡訓循環 那後來就是 我後來其實 遇到那種很沮喪或不快樂的事情的時候 我大概會做兩件事情但我分散注意力 一件事情是游泳,一件事情是慢跑 那其實我也是一個盡盡計較人 所以我會計算我游了多少圈 然後就是跑了多少圈等等 但是每次計算到一半的時候就會開始漸漸忽略這些事情 那晚上我會去永和的人愛公園慢跑 大概是兩三點的時間 那特別選在那個時間點 其實完全就是不想要跟大家一起運動的感覺 我想要一邊享受冷空氣啊,然後獨處 然後就是漸漸從思考一件事情到漸漸的不思考 那到後來其實 流汗流很多的時候啊,一邊擦汗 然後一邊就是慢慢走 在那邊排遣那個就緩和運動的時候 就會覺得心情特別特別的舒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的的確確是有用的 那踏出第一步,跑第一圈開始啊 其實我覺得心情就開始慢慢的不一樣 我不敢說自己就是很接近憂鬱症啊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但偶爾還是會被沮喪給征服的時候就會去運動 我覺得非常有效,所以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自己比較幸運的是啊 就是靈感這件事情在我人生中沒有很缺乏 那一個靈感來的簡單 但是我們要把一個靈感實踐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就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件事情有毅力要比有創意還要來的重要很多 我想有很多人就是平常都有一些很新奇啊 很厲害的一些想法 但等到你要動手做的時候 就不曉得已經是幾年之後的一個事情 那個創意很可能已經變成不是創意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最喜歡我自己的 倒不是就是別人說很有想法很有創意 而是我喜歡別人跟我講說就是就要讓你非常有實踐力 對,那... 嗯... 對,就是... 對,就是...包括運動本身 我曾經是一個非常不會慢跑的一個人 我大概跑不到四百公尺就會非常非常的喘 可是到後來就是要去當兵嘛 那當兵的時候就是大家要一起跑三千公尺 我對這件事情一直覺得非常的恐懼 因為... 因為... 我相信如果我在成功里上面跑得很爛 一定會有很多人在網路上面寫就不要當你跑得超爛的 所以... 我從警戒這一天開始 我就... 非常認真在八卦山的體育場練習跑步 所以當我... 漸漸習慣跑三千多公尺的感覺的時候啊 就是... 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後來發現在成功里上面的時候啊 我現在算已經跑得非常厲害的一個人 呃... 所以... 所以我覺得... 你看喔... 我以前從不會跑四百公尺到後來跑三千公尺都跑得有刃有餘的一個狀態 代表運練他是可以被訓練跟被培養的 呃... 所以這件事情他還是得靠毅力慢慢的去累積 一開始你當然會非常的喘非常的不習慣 然後覺得... 可能快要...心臟快要爆炸了 但是... 我一直相信就是如果你忍受著痛苦拿到的東西 他會完全的屬於你 對...你會非常非常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感